差跡、日語Wabi Sabi 一種崇尚簡單樸素 感受世間萬物不完美和缺陷的獨特美學 特徵是簡約、不規則、粗糙、自然 聽說自身這種空間 內心會觸及到閒學的平靜 不知道走完這間店 大家能否感受到呢 居酒屋跪於一座樓零57年的唐樓地鋪 實用面積大約1575平方尺 分為兩層 各積窄長兼有樓梯位 原積地下樓層沒有間隔 最後方是廁所 而一樓前方是中空位 可用面積比較小 新設計將廁所變成VIP房 而新廁所由地下搬上一樓 面積大了很多 居酒屋由幾位年輕人合資 Ricky和Hoffman是其中兩位老闆 他們認為食店的裝修 除了要有吸引性 最重要是有空間感 令客人可以舒舒服服 坐在這裡喝一杯酒 深水埗近年的店 很多都很有個性 我覺得如果你走深水埗 就會發覺 這區變了很多 不僅是因為店租 大家負擔得到 而且是因為這區 有一個… 一群人造成一個氛圍 覺得我們可以在這區做 有這樣的氣氛 好, 熟悉 熟悉到 深水埗這區我不熟悉 但為何突然選擇這區 因為我看到旁邊的店 和你的店很不同 我想別人去探索一下 因為其實香港很少會走過 有一間新餐廳 我正是想在一個 沒有人知道的 一間這樣裝修的餐廳 突然就在深水埗出現了 但門邊呢 我看你的設計都是清水長 然後有些黑色、灰色 是否自己想還是怎樣 自己想的 但最重要是調子玻璃 因為我們不想閉上門 眼睛的視線、眼線 看得到進去 裡面的人有私隱之外 外面的人會有更多好機 就像茅廁一樣 一定要這樣才能看到別人 正確 不如進去看看 可以 原來開了門也挺大的 其實你在這裡做甚麼 我看好像有東西賣 是這樣的 這裡其實我們主要做一個零售 還有我們想多寄一些 不同藝術的東西 因為在樓上 其實會放上他們的藝術 我要求的就是每個月 都有新的不同的裝飾 我打算這樣來幫助 現在這一區的社會 即是深水埗區的… 深水埗區 這裡越來越像以前的布倫 一些比較藝術性多 但租比較便宜的地方 聽聞也是買咖啡 這裡本來以前是一間點心店 但我們決定不做點心 做居酒屋 即是裡面是居酒屋 對 居酒屋的閉端 只有晚上才能開 其實我想一間 下午也能開到喝咖啡 晚上能喝酒的地方 怎麼會把酒屋來喝 還有一個藝術雖然是超級大 說到那裡如果一塊錢 我看見這個住家 那種才能吃進去 可以看到我們熬的菜 在這裹外表 會想要吃進去 但我們要饋餐廳 下面的餐廳 也有餐廳 還有一份前面 有些顏色的套餐廳 我們也知道 可以看看 裡面的配套 有很多感受 可以做 其實這個風格叫什麼名字 或者怎樣解釋 我們最主要來自一本書的 風格叫做陰藝禮宅 之後有一本書叫做Wabi Sabi 其實它是說… 我們設計有三個最主要的元素 黃糖、水泥和木材 這三個就是我們這間店 最主要的材料 無論是批檔的牆或木材 其實每一刻它不會有一模一樣 除了看到桌椅之外 還有一棵樹,還有一模一樣 加火的樹 因為我們剛來看這間店 其實它樓底有兩層,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用了一棵樹 想延續視覺 連上兩層的 說起上面,不如上去看看 可以 我看你放了東西,需要搬開還是怎樣 其實這樓梯不是上下的 其實主要我們嘗試坐在這樓梯上 今天坐也行 你喜歡的話,其實坐也行 其實我們會準備了一些枯筍 我們上去看還是怎樣 我們上去,其實是樓梯 我們從後梯進去 因為要有遲遲樓梯 對 娃比沙比,即是擦席這個風格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在我讀書的時候 我的教授是很推崇的 《谷麒潤一郎》 有一本《徐筆》散文 是講述生活的態度 你一個人要成長到某個地步 你不再追求甚麼完美 甚麼絕對理性 又或者很齊整 你開始會欣賞這件事 來喝一杯 乾杯 可以嗎 很近 這是甚麼 水 很厲害 其實這裡的間隔是否改了很多 改了很多 就像之前我們點心譜的時候 這裡其實全部都打通了 這裡是用來吃咖啡 但我們現在發現其實收窄了 我們後面這裡一排就有16個咖啡 接下來就會有14個啤酒 還有留兩款用來做咖啡的咖啡 但為甚麼我剛才說它砸了 其實這個啤酒後面就是我們的雪房 雪房我容易砸在於 我們想保持一個最適合的溫度 去沖沖我們的啤酒 所以其實它跟咖啡之間的間隔 可能只有5至10CM左右 這樣出來的啤酒就是最冰凍的 我們的啤酒用了不守光 去電到做銅的顏色 我們的掌握也是用了六角形的柱體 配合我們的標誌主題 對,你說了很多六角形的柱體 你說那個啤酒,地磚也是 對,不僅是地磚的 連我們的杯墊 現在其實我們也用了一個六角形的設計 甚至我們的標誌也是 一樓是用餐區 老闆亦會不定期在這裡舉辦藝術展覽 這個樓層的設計風格 貫徹Wabi Sabi的簡泊美感 水泥牆配上木架絲 這裡的桌椅也可以移動 方便隨時變身成展覽場地 我看到這個桌子也挺有趣 突然有一塊東西可以做得更好 對,其實這就是這塊舊銅樓的樓梯 其實整件事就是 你在樓梯走上去的時候 你不覺得原來下面的空間是坐滿了人 我們就是喜歡這件事,這麼有趣 我覺得這裡很開揚 放幾坨都可以 其實是特意的 因為我去香港的居酒 很多時候經驗是東西很好吃 裝飾很漂亮 但洗手間都是放在陰暗位,很骯髒 我不喜歡,因為其實日本的文化 最重要的是洗手間的文化 很乾淨、很舒服 所以我們特意把洗手間 從下面那間小的房間搬上來 然後每個人有它專屬的空間 洗手間佔了上層三分之一位置 設計也花了不少心思 石洗手盤、深色調的幾何長磚 濕光大玻璃鏡 令整個空間充滿設計感 很香,不喜歡 但你喜歡的食物 如果你喜歡的食物 你喜歡的食物 那你喜歡哪一方面 喜歡一粒然後看到那間騎樓 這麼高 這裡很高 因此我們… 因為我們在密室四處的店舖 都找不到一個這麼有空間的地方 其實說到最後 還是我們想強調這個空間感 是 因為我想這個空間 可以成就更多的事情 不僅是擺桌子在補充食 所以我們對比其他店鋪來講 進來的感覺就是很寬敞 我就是想營造這種感覺 這個裝修花了多少錢? 前前後大概花了200萬左右 如果不計算烤櫃、不鏽鋼 不計算設備、咖啡機 裝修有,但應該150萬 你看,洗手間從下面的管道上去 其實是很貴的一件事 要重新推出所有牌子 所以幾經辛苦,終於面世了 令大家可以看到這間店鋪 但起碼效果是你們滿意的 滿意,其實滿意之餘 每一天,我也要令它更好 因為我們其中一個信念 我們要做最好的事 但永遠只會覺得我們是另一件事 每一秒比一秒更強 我覺得很適合 不如我們喝吧,學問吧 好… 來… 跟老闆談完後 我覺得很多細心位置 而且他對於自己的品牌 對於整個概念 都會盡量放進去 例如杯墊、桌椅的高度 我覺得執行得很好 下一集,我們會參觀一組 超過170年歷史的建築群 見證香港殖民市 經歷兩次大戰 這組包含了適日執法、司法 和懲教的建築物 花10年時間進行活化 工程如何將它變成一個 包含藝術文化的公共空間 留意下星期的香港奇蹟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